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其实在纷纷扰扰的各项新闻当中 我们还要静下心来看看 台湾真正的科技发展如何 台湾有什么科技成就 今天我们特别独家邀访了科技部长 陈良基 陈部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部长 主播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谢谢部长 真的是实践了他承诺 他至少一年 相隔一年 至少都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想其实记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会有些期待 我想前一阵子看到部长的消息 就以为您会跳离开科技部 就会好像虚惊一场 您又继续留下来了 所以有很多的其实科技的消息 科技掌握跟国家的科技发展 我们都很关心的 但是之前前面的消息是说 本来您是被邀请去再回去教育部 对 后来您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 这中间考量有没有什么考量 我想这个 当然运气好就刚好那是周末了 所以有两天的缓冲的时间 就是想一下这样 不过那时候还是一个使命感 在内心驱动 尤其苏院长的个性 他知道他冲冲冲 所以旁边他就一直希望说 教育部教育的工作 对台湾未来非常重要 让大家都认同 我自己在教育界也做了三十几年 所以当然提起教育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一股火热说 对 就是应该这样做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 虽然一直在请脱的时候 会觉得说很难拒绝 虽然也知道说 科技部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该做 所以当时就是 比较很难去拒绝这样 往前冲置的力道 所以答应以后 也在思考说 到底要怎么去推这些的过程 立刻新闻一出来 很多的科技业的朋友就 也很关心 打电话来 那时候最让我放心不下当 是很多的科技界的朋友在提说 难得科技部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部长 把一些长期的策略再推动 时间其实才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马上离开很多的方案 数就不见了 很怕担心会 就是说单个会不见了 是 那时候很多的朋友 也有点抱怨说 我一离开又变成 让科技部成立五年 每一年都换一个部长 让科技界整个推动力的 何以为堪 所以你听进去了吗 是 那时候 因为我已经答应院长了 所以就真的蛮难过的事 两边我觉得说都有责任感 所以那两天的纠结就蛮辛苦了 我当然对教育的改革有热情 可是对科技的这种想法的突破 已经投入那么多 也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责任 要把事情做好 所以还是回来 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觉得教育部 很多的在法制面 很多的政策在推动 可是科技除了推动政策之外 其实有很多是实际在执行的 科学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一的了解一下 好不好 所以我想电视机前 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跟我一样 对科技不是真的那么了解 可是我们知道最近 这好一阵子您上任以来 您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 让观众 让支持者很多人好奇的 就觉得知道说 原来科学是这样 原来很多的发展是那样 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好不好 其实您在上任之处 也定了几个方向 那么其实这里面有 你还说要有 这个持续的基础研究 然后还希望有跳跃式的思考 跟跳跃式的创新 这个谈的是什么样的想法 你现在目前 有怎么样在推动吗 是 我那时候在上任 就觉得说 科技是跟全世界做对比 我们都知道科技一日千里 你在这个对比过程里面 怎么样维持 台湾还是有价值的创造 有竞争力 也不会被人家抛离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好的策略 那时间变化非常快 所以我上任那时候就提了 在讲说我有三十件 其实就是有三个主要的目标 我觉得哪天我卸任的时候 我要来检视这个目标 我会没有达成 那我觉得对一般大众 也许应该先讲一下科学人才 三个目标里面有一项就是科学人才 引导大家对科学的认知 提升大家对科学了解科学是什么 那个重要性是在于说 如果让台湾的社会更多人知道 科学原来是这样 那科学的未来又是 什么样的创造的形态 那大家对这个夜了解 其实会感觉到说 科学真的很好玩 因为科学它是把人类 不知道的东西把它变成已知 那我们人天性就有欲望 就有好奇心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那个是那样 那当然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知道 这些本来不了解的事情 那种对感觉的触动 那台湾的社会 其实会更多人愿意了解科学 愿意喜爱科学 那我们科技的这种人才 自然就那种热情度会提升 台湾的科技人才 它有多少比例呢 我觉得不能从比例来看 我当时想的这个目标是说 应该让台湾的社会 大家都觉得 我应该对科学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大家会愿意支持科学的研究 因为我们现在打开电视 几乎看不到科学的成分 那其实科学都在我们身边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 最明显就是手机上的很多功能 不停地往前推进 那现在你照相的时候 那种刷脸的技术根本就是随处可得 那其实都是科技一步步 在改变我们的人的社会 那台湾这几年来 我们反而是用它 但是不了解它 那这个对科学的支持度是不好的 所以很多这个有名的科学家 也就在强调说 一个社会应该让更多人 要了解这个科学 如果只有少数的精英懂得科学 那这个社会其实是 它是一个危险而且限制重重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害怕它 所以一些新的科学在推动的时候 就会受到社会无形中的阻力 还有就是如果它不了解科学 那有时候我们在推一些新的时候 反而会不知道 就会对它加不必要的限制 那这个会让我们台湾科技的进展 是受到影响 所以那个是我当时有提说 我们的科学人才不是算人数 而是我希望说 透过更多这种科学的传播 让台湾所有的民众都觉得 台湾的科学做得不错 而且我们科学在我们人身边 那我应该鼓励了小孩 多多读一些科学的知识 然后鼓励了小孩 是不是应该把科学研究当作志愿 那鼓励了小孩应该真的要 科技的产业去 那这个力道才会让台湾 整体的社会的进步 的竞争力也会提升 我想部长这一席 开头的讲的话 就已经点出很多问题 也就是说科技的部分 有比较像科普之类的 比较浅显 也希望民众能够接受的 像我们在每个礼拜 都有播出的这个科学在发现 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反映 有一些来请教 甚至回想都很好 然后另外就是 把科学发现的再运用 就真的把它应用化 其实您想讲到这几个方面的话 科普方面 目前您是怎么样执行的 对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科普会有兴趣 除了说一些看这个 其实有时候是对 很尖端的东西也会很兴趣 例如说黑洞 恐龙怎么媚觉 这些东西大家有些觉得 这个到底怎么演员 这个都算在里面 对 这都算科学 虫洞算不算 虫洞可不可以让人真的可以做时光旅行 这些其实都是科学的进展 这些的部分 它会带动很多的知识出来 比如说为什么我会讲虫洞很重要 不只是时光旅行 而是虫洞它是一个大自然规律 大自然已经给我们这些现象在这里 它的规律性如果我们可以找得出来 这些规律性可不可以用在 我们一般的人的生活上 就举例说自然界 它会有这些电磁波的传递 这从古就有的 可是人类就慢慢发现说 因为电磁波传递 是有这样一个规则 那我可不可以拿来当做无线通信 那我就可以当做手机的通信 所以人类是靠 自然界现象的理解以后 找出一个科学的规律性 去发现这些现象 像我们人类基因也是这样去发现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基因在 可是我们慢慢也了解以后 科学家去突破 他就会了解 所以在刚刚讲说 要让大家对科学的认知 有一个蛮重要的做法就是 我们有很多很突破性 非常厉害的科学的典范出来以后 让大家就眼睛一亮说 原来人类是可以这样子的 这个就会让进展会更快 这也是连结说 我那时候讲三支箭 第一个是科学传播让更多人了解 可是这个光口号是没有用的 你就要想办法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一些 很基本的研究 就人类还想不到的东西 这些叫基础研究 人类还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有一些成果出来 这些就会让大家觉得 台湾也很棒 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些科学家 甚至国际上有一些重要的科学 我们可以让台湾可以了解 这个对大家对科学的兴趣就会起来 还有一块就是说 刚刚主播也提到说 科学如果只是工作研究 可能会觉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中还有一块就是我刚刚主持人提到 科学在跳跃式过程里面 这种创新 你必须要让它跟社会脉动结合在一起 所以一个是科学的效益 在社会上怎么变动 像我们现在享受这些无线通信 那是不是还有别的 能够智慧将来可不可以在人的行为里面 都会让我们有这种便利性 那很多的方便性 这个实现 台湾如果能够也有一些领先的成果出来 像我们知道的台积电 在半导体 我们在各个不同领域 像我们手机的这种 这个摄影机的部分大力光 那力是这样这种实现也是可以让大家 对科学的兴趣可以提升 所以这三支箭其实合起来 就是说一个是车位传播 一个希望鼓励更多我们优质的 突破性的研究 一个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能够落地 变成对整个社会有贡献 其实您在谈话之前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科学的研发的成果 我们现在就是在享受 那当然这听起来 这个科技的东西也是包罗万象 很多的触角一生产出去 每一个面向 它都发展出尖端的 不断要进的科技成果 我们现在谈几项 你们要新增要推的好了 好不好 因为太多东西可以谈了 比方说像新的这一年 你们说除了AI 人工智慧之外 其实科技部也新增了 所谓的脑科学 这一部分也要了解一下 人脑还要当科学 我们都说越来越健忘 所以脑科学是要怎么 你们是想要开发 怎么样开发 因为其实人体的结构 我想是一个很神奇的整个组织体 我们透过科学家 医学家的努力 现在几乎脑 我们人的身体的所有器官 大概它的功能 它的组织结构 几乎都了解了 可是我一大不了解是 脑袋在做什么 脑的结构 真正它这些思考的结构 是怎么去串联 人怎么会有意识 意识在脑里面 到底怎么去形成 当我看到朋友 我怎么在里面形成这些认知的联解 这个部分其实是 现在还比较模糊 但是我们如果看科技 现在进展的速度来讲 我们跟很多科学家在谈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世纪 人类应该有机会把脑的奥秘 把它破解出来 我想作为一个推动国内科学发展的代表 我们就觉得说 如果人类真的有办法在这个世纪 把脑的这种奥秘解密的话 台湾当然要给一点贡献 你们现在是透过哪些单位要推广 我觉得我也很好奇 我们就有几个 一个是当然医学领域的专家 医学领域专家要进来 所以我们想透过医学的研究 去突破说脑的结构 被破解出来的时候 台湾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台湾在脑结构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团队 已经把一些像果蠅 像相关这种结构都能够 3D的图都能够算得出来 也这个善用台湾的高科技的优势 我们这种自通信 运算量很好 所以我们提供立体的这些模拟 让教授在做的时候 他们慢慢从里面去了解 这些都是前世最领先的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 我们可以继续持续在 脑的这种结构体上面 同时也把刚刚提到说 失智或相关的 有一些诊疗的部分 也可以进来 那也很实际 我就想现在常见网 是啊 还有一块就是 除了说这些医疗进去之外 那刚刚提到意识 或者说那我有沒有脑坡 我脑坡我在想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既然说刚刚讲 电磁坡的突破以后 就Marswell理论变成 我们现在无线通信的基础 那将来可不可以说 我有一个脑坡 脑坡传递 可不可以变成人类沟通的工具 那所以这个如何把工程 把电脑计算 信号处理的东西 这些科学团队找进来 一起来做 那这个是我觉得 台湾是有优势 因为我们计算能力强 我们有资通讯的优势 那台湾的医学其实也很强 我们医师都是我们考试的状元 所以这几个 在台湾条件是够的 那我觉得说 那这样我们应该集合 科技部也应该做 比较前瞻的思维 那我们会鼓励一些团队 在脑科学的部分 我们集合起来来拼看看 所以其实真的讲到科技 科学的东西 其实琳琅满目 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很好奇 我们台湾其实有太空计划的 那么太空计划 从过去的以前的浮渭 到现在到底发展到 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成就 我们稍微到监督讲 请您告诉我们好吗 那我们稍微回来 欢迎再回到我们 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独家专访是科技部长 来到陈部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些 几个现在大家关注的项目的发展 那当然还有一些科技部 现在要推动的 那其中一个我也看到说 今年要开始推动的是量子电脑 对 我知道台湾的电脑 不管是计算或软体硬体的发展 都很强 那会不会还加一个量子 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量子电脑 当然就跟现在的电脑有点区别 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台湾人其实不用害怕 那么害怕科技 科技是跟很多我们自然界的现象 可以结合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他想说 现在的电脑 他计算的这种方式 比较像是 他是用零跟一来做 做所有这个数位资料的记录 所以里面记的东西就只有零跟一 零跟一你可以把他想说 我们在比如说 我转这个硬币的时候 我们会说你硬币的正面还是反面 正面如果是零的话 反面就是一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资料在存的时候 就存零跟一 那量子电脑 它是更进一步说 如果我现在电子的反应的速度 我可以更快的话 那我甚至我不要等这个硬币 停下来正反 我可以在硬币转的时候 那我就从四面八方来看 这时候硬币我看到 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 我也可以说 我现在看到是正面还是反面 但是它还是在转 那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不同角度都可以稳定的看到 那那个就是叫量子的观测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电脑变成用 量子的方式来做计算 不要等它停下来 就只有零一的计算 那这样当然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说 一个是它整个数量会变大 因为你以前读 只要读零跟一 我现在可以读很多东西 那表示它在计算的时候 它也可以算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算的方式就不一样 部长在讲科学 这很适合 你这就是最适切的讲解人 这么深入的东西 你要尝试的用很浅出的口语方式 这样子好像很容易抓 我们知道抓一个 大概一个 能知道一个方向是什么 不过我想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很好奇的是 我们的台湾的太空科学 到底发展得怎么样 我知道现在的进展 我们不是刚起步的 甚至在这个计划当中 我们号称现在是到了第三期的计划 不过我们也忘了 当初第一期的目标是什么 第二期目标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 部长是不是有愿意跟帮我们说明 我想我这可以用一个手板 因为太空计划我们做了快 现在是31年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借这机会 让国人了解 我们太空现在进入第三期 所以代表前面有两期 前面两期每一期都15年 所以第一期的15年 就只有这边展现出来 我们当初第一期基本上是打了三颗卫星上去 所以我们叫浮卫一号 浮卫二号 浮卫三号 一号是做太空的检验 就是那时候第一次打 我们想要做上去 把信号能够传回来 看看太空状况这样就可以 二号就比较进步一点 说打上去以后 希望照地球的国土的影像 所以那时候浮卫我们是 照台湾的空造图 叫太空的空造图 有很多人可能也看过空造图 就是浮卫而好 浮卫三号那时候是跟美国合作的卫星 当时就是卫星在大气层这样绕 它会接收到大气层相关的 这些气层密度 这些中间相关的变化 包括离子的速度的变化 后来就发现说 这些变化会影响地面的天气 所以透过这样的卫星可以把一些信号传下来以后 我们科学家把这些信号做整理跟分析 可以去做天气的译报 所以浮卫三就是因为这样来 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 浮卫三其实叫浮卫三号 它是六颗卫星合起来 就整个布在太空我们地球的轨道 老实这样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几刻在上面 这是当初我们的第一期太空计划 第一期的计划 那到了第二期有更突破吗 对 当然第二期就是二期的计划 那时候就想说走了15年 我们对整个太空人造卫星 它怎么应转 怎么测试怎么可以打上去 这些都有礼机的经验 可是其实我们前面的一二三 几乎都是国外帮我们一起来合作 也可以讲说整个卫星的本体 都是国外做的 所以那时候在第二期就开始考试说 自制 自制 我们应该自己来研发我们相关的 我看到你上面写的浮卫五号 七号 我们跳过了四号 也跳过了六号 当时有几个卫星在做的过程 因为要自主 所以四号当时是非常地辛苦的状况 你要买零件 结果零件买不到 你要买相关东西都是变成 那你以前是人家帮我们做好 组好 那因为太空的零件它有一个特色 太空其实我们想象中 太空不是像我们这么简单 太空就是在太空里头 你任何一个人造卫星上去 它在太阳照到跟没有照到的时候 那温差可以差到一两百度 然后我们人造卫星打上去 这个过程里面 它火箭的振动的力道 甚至一般我们在做设计要抓到25G 25G就是25倍的地球重力的这样的一个力道 所以其实是非常难的技术 所以任何研究要打上去 它的耐受度几乎就是所谓的军用级 所以你要单纯买这个零件 就变成很多的限制 国外根本不卖给我们 所以4号当时在规划 总之碰到很多的难处 后来整个计划根本就做不下去 服务竟然做不下去 就只好在想新的花招 所以后来就说 我们连这些零组件都自己来做 所以这个就进到 所以5号当时就说 已经买都买不成 有一些买到有些不行 买的过程里面又发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那个计划整个就停掉 停掉就说 我们从研件开始全部要自己来 所以服务5号当时我们号称说 现在在太空中最有台卫的卫星 台制的比例非常高 而且它很多关键的东西 都是自己做的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电脑 卫星电脑是我们做的 服务5是做照相 照相机 整个照相机几乎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 连核心感测都是我们自己 我看上面2期已经到了服务7号了 对 服务7号就是要取代服务3号 也是一个气象的卫星 那是什么时候要取代 服务3号现在已经超过服务的年龄 通常一个卫星打上去 寿命大概是5年 7号今年要 7号今年我们一定是 今年应该要发射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等待 美国那边给我们的通知 因为发射是 这个也是一个中美合作 因为服务跟服务7又有点交错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衡量说 我们没有能力全部的卫星都自己做 所以服务7其实它又跟服务有点不一样 服务7是我们跟美方一起合作设计 那它组装这整个服务7的卫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直接用外包 那但是服务7也是一样 它是六颗卫星 那服务7就是打算要取代 要退役的服务3号 所以它应该可以接续 太空中最精准温度计 所以我们今天 今年在这个科技部会 也就是一项领先指标之一 就是说今年会有个进展 就是服务7号要升空了 服务7号要升空 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二期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你看二期我们现在已经很多零件 卫星都可以自己做 那三期 那对最重要就是三期了 三期现在进了三期了吗 对三期是今年开始 从今年开始 我们一方面就是会把 本来的基础往下延伸 那既然我们已经有自己做卫星的能力 零组件都可以做 所以我们服务3期 当时特别定了一个目标就是 不要再只是说我们政府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把这些能量都变成民间产业的能量 那这时候你的产业的验证就必须让每一个零件都能够达到太空去 经过所谓的太空认证才有办法变成产业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规划就说 那我们不能像二期三期 每十几年才打个两三颗 所以那时候就是 太空三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规划未来的需求 然后以带动太空的关键零组件回目标 然后我们就每年至少要打一颗卫星上去 那未来的十年 三期只有十年 我们就是把它压缩 然后十年每年希望可以打一颗卫星上去 真的啊 那台湾如果能够拥有超过十颗的卫星 那真的是不容易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三期 其实我们的领先科技的东西其实非常多 那么人家又给你一个绰号 是鸡哥 哥哥的哥 鸡哥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鸡哥2.0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那当初怎么从1.0跳到2.0呢 是那个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始问的问题 就是当时后来我没有去教育部又回任科技部 那时候也在思考说 那我既然回任 那就跟我当时上任的时候一样 应该有一些想法能够让科技部继续的往前的迈进 那我在第一次上任的时候 我们提了三个目标 这个是为科学为整个社会进步蛮重要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可能还是一致 可是你既然是又回任总要给大家 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 那时候我也检视说过去这一两年 我们在推动过程里面 我在三个目标里面有特别提到 我们要用摩尔电力的 这个跳跃思考的方式来推动 摩尔电力它的思考是所有科技的进展 大概每一两年就会有两倍的新功能出来 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重要 你要跟时间赛跑 那我在这个推动过程也看到说 当科技跑得太快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社会是跟不上的 那社会这种更动的力道 必须让整个人文文化跟上来 所以科技应该同时兼顾温度跟速度 所以那时候我在讲这个极客2.0的时候 是要给大家比较一个新的思维进来 就是科技除了推科技的速度之外 回到以人为本的概念也非常重要 就是要照顾到科技是要有温度的 科技要有速度同时要有温度 所以速度乘上温度 是科技及格2.0 一个重要的不同的想法 好像部长在科技的发展的同时 非常地用心 而且照顾到让大家全民能够都产生 对科技的支持跟认识 这一点好像你非常在意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了解到 什么是科技 因为其实我们学文科法证的人太多了 很多时候科技离开了高中时代的 基础科学的学习之后 好像大家就很多人都会脱节 所以你一直强调的观念 在整个国家才能一起带动 那不过话说回来 要去发展一些科技的百百种 也不可能每行都发展 所以台湾现在的地基 发展哪些面向 其实事实上是容易在国家间 你说相对 但是相对比较 在全世界之间 我们可能可以创造我们的领先地位 对 我想一个当然就是说 台湾在整个 我们讲高科技通常只是电机电子 自通信网路这些 这些是处于高科技群组的部分 现在也有加重生计 这几块对台湾来讲 因为过去三四十年的努力 我们的基础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基础不错的意思就是说 全世界只要是用到这类型的产品 大概都不会忘记台湾 台湾已经在心目中觉得 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有这样一个带动的效益 这个效益对台湾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 科技如果照我们预估的 一直不停没两年 就有一些新的科技的变动 这些变动台湾怎么样利用 利用原来的这些高科技的产业链 供应链的这种优势 往前继续的不停的创造新的价值 这个创造价值过程里面 科技部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本事说 早一点逸宣料到 台湾未来往走的方向 然后把这些结合起来 我觉得有一块 我也是在机构2.0的时候 特别提到一个精神就是 如果我们去检视现在前世这几个 真正领先幅度蛮高的这些科技的公司 带领这些科技公司往前走的这些领导人 其实有很多人 他的在大学或者主修 他其实是人文社会科学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说 科学跟人本的重要性 你要回到说 我这些科技某种程度 还是为了社会的进步 你为了社会进步 一般人才会买单 说你这个科技真的很好用 我们对这个科技了解 才会比较支持 其实这个跟人的沟通 跟人的使用非常重要 所以回到说 科技部现在到底看到台湾未来 什么样的机会 那我就要提醒说国人 现在整个全世界是进入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史之后 就我们身在其中 几十年后我们会看到 现在这个世代 是人类史上非常重大 非要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世代 这个世代就是 所有的东西会变得智慧化 将来甚至我们的杯子 我们冰箱全部都是智慧化 可以跟我们对话 这个时代已经在 在逐步的在发生 那所有这些变化 所有这些智慧的来源 都来自于说 它必须要一个 很好的计算的平台 需要很好的半导体的技术 需要很好的 这些资通讯网路的技术 这个是台湾的强项 所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世代在这个改变 必须要提醒 我们是有这个优势 带领全世界改变 这个就回到为什么 我觉得说 我们要做这一步的时候 必须台湾所有的民众 大家会觉得说台湾确实 我们的科学是很进步的 我们应该鼓励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小孩子 应该要继续朝这个走 你走哪个领域都没有关系 因为科技是也要有温度 也要有速度 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体会的话 这个热情会感染所有的人 对科学的喜好 部长很能够深入浅出地 把科技表达出来 其实早年部长在大学任教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技转王 就是他擅长发明的东西 能够把它实际应用上 能够上市 或者是让它能够出现 应用的下一步的下一个步骤 而不是纯粹的一个 科技的发展而已 我们稍微到节目现场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独家专访科技部长陈部长 陈部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刚才谈到了台湾的领先的优势在哪里 当然我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你说台湾有台湾的强项 但是现在你也差点就接着教育部 其实现在教育部最大问题 可能还有面临一个很多的大学 大学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就少子化 台湾自己也不生小孩了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的去上大学人口 予年递减 这相对的就是说人才的培育 会不会变也不够 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我想这个当然两个面向 就是人科技在发展过程里面 常常会觉得说人永远不够 所以人才够不够是一个问题 没有错 但是人才让他发挥他的能耐 这也是一个考量 因为刚刚讲说科技几乎一两年就翻转 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未来的下一代 透过他这些教育跟科学的训练 让他将来走出效应以后 他有比没有做这些训练 两倍以上的这个能力 那其实也可以做什么弥补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 当你这个国家小 你人口有这种限制的时候 如果让每一个人 有更好的科学的训练 那协助未来社会的进展 因为科学的进展其实是真的是 那力道是没有办法抵挡 我们现在看到说 手机已经把很多的东西 几乎都吸纳进来 那手机的科技 它影响你看效率都大 可是其实未来还有更多新的科技 不停的出来 所以也不用太去沮丧说 我们这里是有问题的 因为科技有的时候 是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出来 部长就是台湾培养出来的人才 你觉得你现在台湾的培养科技 其实足够吗 人才足够吗 我们当然刚刚我也提说 人才永远不足 特别是更多人导入 像科技相关的学习 这可能更需要再更多人 那你怎么招揽人才 科技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说海外也拉一些人 人才回来了 还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计划 一个就是说 让人才比较有效的应用 比如说现在各种 所谓专业的分工 其实越来越大 专业分工过程里面 如果能够让我们人才 适当导入未来 整个社会需要的方向的话 其实他这些人才 可以让他有效的应用 这也可以让社会可以起来 因为我们就常举一些例子说 以色列才850万人垮 台湾是2300万 那他整个发展的状态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在我们未来国家需要的专注性 去培养这些相关 那科技部其实是有在思考之后 我有在很多场地讲说 一个是回到我们小国大战内的思维 一个是人才流的概念 因为人才在决定要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 大家也会想说 我如果走这个方向 将来有没有出入 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这个一定要在训练过程 为这些人才设想 那你有一个人才流的概念 所以科技部就会希望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说 新的方向 就是想引导说 你有这种能力的 说不定有很多人是这种天赋 那种天赋你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 你其实是适合在这里去发配 那没有天赋的人 其实也不一定 像人文社会科学 他一开始可能对科学没有兴趣 可是它是跟人非常亲近的 那当将来这些科技 尽早到很厉害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在讲说 你可能做的是一个天文宇宙的研究 那是跟人是没有关系 可是天文宇宙这些技术 当成熟以后 也许是需要更多人把它转移 变成为社会进步用的这些科技 这时候各类人才的分布 其实是对社会是可以同步来进行的 我们说部长早期 有一个绰号叫技转王 不过那是早期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绰号 叫李柯阿伯 是不是 最近典地法院的立委咨询 都在问你 就是说您出现的 就是好像也很愿意 其实很少数的部会首长会 他们有时候经营一下部落格 但是会去这网路上直播 其实您现在是首当第一名 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会运用上网路呢 这跟我那时候定说 我们希望透过科学传播 让更多台湾的民众 了解认识科学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科学传播很重要 科学传播就发现说 我们一般科学家们 在实验室做东西很有兴趣 可愿意出来跟大众沟通的 其实是很少 我就很心急 我觉得说这样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像我们那时候 在推人工智慧 我就觉得我们有义务 要跟大家讲说 什么叫做人工智慧 我们推新的东西 我都觉得说应该要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迎娶对这些科学的兴趣 那既然还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 就自己 亲自上场 就是效果最好了 就自己跳下去来讲 我觉得也有这个使命感 希望说更多人支持科学 更多人了解 不用害怕 这科技真的不用去怕 你可以牵近它 好 非常谢谢部长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学今天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